大家好 我是升高190 有两个月的时间没和大家见面了 为了弥补我的过程 今天不带你们吃面 带你们吃一个八十的菜下菜 走 这家店的名字叫空给饭 它开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人气之旺 每次来都要排队才吃得到 一会儿早就过了吃饭的时间了 你们看一下吗 依然是作物虚心 这个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一定是很陌生的 我也是问了才晓得这个制度空 旁边是行锦限制对这家店的 特色菜的一个介绍 大概是介绍空给饭是一种吃法 等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介绍的 装修是我很喜欢的穿西风格 老板从农村收了很多旧物件回来 满满的回忆啊 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用小烧机装的一烧机一烧机的饭 看起来特别的有意思 直接进入主题 点评他们家的菜品 让我非常意外的是 这道毛烤鸭端上来的时候还在沸腾 看起来相当的舒服 吃起来饱满多汁 鸭肉也很有较劲 麻辣为失重 是这种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的 烧机也是做得非常精致的 光从外观来看就能勾起人的味蕾 加上沾水咬一口 满嘴都是肌肉的那种血味 太舒服了 这道鲁牛肉的吃法非常独特 先用牛肉在海椒面里面摘一下 再两片牛肉之间加上碎片 咬到嘴巴头那种干净 把死得很深 这道冰镇秋葵 说实话在大热天的时候吃一口特别的凉爽 跟我在云南那边吃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空干饭 当火夜打开的那一瞬间 我说老实话 我好像把手机丢了直接去泡饭了 太香了 这碗饭的下面包裹的是各种各样的米子哨子 上面一层是大米 最上面一层是烟熏过的腊肉 可想而知这碗饭又好好吃 说句实实在话 这个就是我真正想介绍给你们 我们四川拿得出手的美食 这家店的老板就是凭借这碗空干饭 在四川交了很多的土地 也开了很多的粉店 这个盖饼鸡里面是青椒 红椒 藤椒 吃起来麻辣 鲜香 各种层次改在最后头是非常厉害的 分明 最后总结一下 这家店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找 就在红星桥地铁站的外面 然后它的环境也是非常干净 整洁给人很舒服的感种 菜品人均消费大概四五四 但是能吃到这么正宗的串层 我觉得还是值得 好 今天的节目就撇到这了 190再次向大家称咯 我以后会努力更新的